专小组人员打开纸箱 婴儿衣服下方是10罐婴儿奶粉 不过奶粉罐里装的却是毒品 台北海关日前蓝茶这件来自美国的空云包裹 透过拉曼毒品侦测仪研判 奶粉罐内装的可能是毒品 刑事局获报后进行侦办 确认每个奶粉罐内都夹长约1公斤的安非他命 总计10公斤的安非他命市价于千万 经过部署监控 先将第一层收获的销信嫌犯具体盗案 随后寻现具体第二层收获的诚信嫌犯 这个国际包裹内装了10罐奶粉 实际上里面夹长了大量的二级毒品安非他命 全案总计起货了10.464公斤的安非他命 整个专案小组在经过严密的部署之下 我们总计查获两名犯嫌盗案 这两名犯嫌最后以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移送地检署侦办 本局在此再次强调呼吁 我们警方查记毒品严打黑帮的决心绝对不会妥协 那我们也呼吁民众对于潜藏在社区大楼里面的制造毒品工厂 甚至呢如果民众知道有朋友想要假冒进口的方式来夹长总私毒品入境的话 那希望民众能够有余向我们警方来检举 专案小组表示这个包裹夹长的安非他命外观为米黄色粉末 与奶粉即为相似 与一般常见的白色晶体安毒不同 运途集团企图借此瞒天过海走私毒品入境 警方已经依违反毒品防治条例将两名运毒手移送地检署侦办 两人均被法院裁定羁押 警方将扩大追查幕后操纵的金主盗案 阻止毒品危害国人健康 记者张其腾台北报道